现在公布了秋冬真案 要求所有人来台前 都必须减负新冠肺炎的检验证明 现在IP违线 不过指挥中心有最新说明 待您了解 这个要交报告 并不是说要交阴性报告 才可以登机 是没有这样的事情 那就我们刚刚流程图上面所提到的 就是我们都还是希望 就是旅客可以交出这样子的报告 那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 就是可以让航空公司 在旅客上级的时候 可以知道它的健康状况 如果它是没有报告的 当然有没有可能是感染者 这个航空公司 当然必须要经过这个风险的评估 那我们也会要求航空公司 是对于这样子的旅客 在飞机上 它是可以座位 是可以跟其他人有所区隔的 比方说 如果它真的是感染者的话 会不会在机上造成这个交叉的传染 所以为了预防这样子 才希望旅客可以提供 可能有一些旅客 就是在国外的时候 可能会发现说 它到底 它不知道去哪里检验 或者它检验的时候 时间会太久 它担心 它会赶不上飞机 其实这一类的状况 或者是有一些 裁剪的条件 是它可能当时没有办法去裁剪 像是说 有规定有些是 可能小朋友 几岁以下是不裁剪 这些的 就有这些情况的话 其实我们的住外管处 其实他们也是 很努力 就是一直在收集 这方面的资讯 所以旅客 如果遇到这样子的情形的话 也可以跟我们的住外管处联系 他住外管处也可以去查 看看查证说 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形 这些情形 这些情形 感谢观看